我們到底會不會被 這個聊天機器人 給搶走我們的工作嗎 因為現在微軟創辦人 比爾蓋茨就說 AI會威脅Google的搜尋引擎 龍頭的這個地位 甚至說整個AI 都會來攪亂科技市場 因為比爾蓋茨是屬於科技界的大佬 他的言論一向會引起大家的關注 他特別講到 因為他是微軟創辦人 這麼長的時間 佔據了整個科技業的一個發展 他既然說 他當然他講說 對Google是一個威脅 我們可以理解 但沒想到他也認為 會擾亂亞馬遜 微軟跟蘋果 各自獨霸的市場 所以他並沒有認為 Share CPT對微軟來講 是不是真的是一件正面 能夠激勵的好消息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去想一下 搜尋我們上Google 對不對 那說實在的 其實亞馬遜也是一個入口網站 我從那個地方去搜尋 我想要購買的東西 或者是服務 對我來講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很多文書相關的應用 對我們來講 蘋果它可以提供 我們很多日常生活 APP上面的一個輔助 如果未來有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助理 這個AI助理 我只要問他說 我要做什麼 他可以協助我購物規劃 跟撰寫文件 譬如說我跟 我四月要跟這個 紫娟要去法國12天 對不對 那我就跟說 紫娟 那我們就請這個Chair GPT 來幫我們規劃一下 我們法國的行程 我只要這樣跟他講 我把我的預算告訴他 他可以完整的把我們 要走的路線 要訂的飯店 以及要購買的機票 的路徑全部幫我處理好 請問一下 那我還要上網去瀏覽嗎 那我還要去找Siri嗎 如果是這樣的 顛覆了整個市場 未來使用者的習慣的時候 會不會老亂一池春水 我認為是會的 而且最近其實已經發現 你看像亞馬遜 他在出這個 他現在開頭有 200多本的電子書 共同作者是誰 這位雞皮先生 譬如說 表情機器人是 作者或共同作者 就有人就是 他就說你有沒有比較 用這個小松鼠 很可愛小松鼠當作封面 然後說聰明的儲蓄 跟同事的話 他只出題目 然後那個Chair GPT 就幫他把整本書寫完 所以以後我寫一本書 共同作者謝辰彦Jet GPT 其實我的貢獻只有題目 可能所有的內容 都是他完成的 所以你看像這個美國知名的 這個科幻雜誌 他最近